观众朋友欢迎回到娱乐漫谈 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中文投资网ChineseFN.com的 Founder CEO美国股票上市公司 代号CIIX的总裁 Warren Wang Warren你好 周小姐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这次非常高兴 1月之后 现在已经到了过年的年后了 在今年刚刚开始的时候 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气象 那这只股票CIIX 就是在5年前正式在美国上市的股票 这5年来的变化很大 Business Model也不停地在增加在扩展 给我们介绍一下 自从在几乎20年前 贵公司成立是一个什么样的初心 然后发展到现在又如何定位以后的方向呢 一开始我们是一个教育股票的网站 那么逐渐逐渐我们就是上市以后 我们更成为一个可能是一个投资公司 我们在2014年呢 投资了一个叫Medicine Technology的一个股票 股票代号是MDCL 那么当时呢我们有一些股东呢 买进的股价是9毛钱 最高呢曾经到过5块钱 所以呢给我们公司也赚来了超过300万的一个利润 获利啊 对所以我们更多的想从这个投资这个角度 去把一些私人企业逐渐变成一个上市公司 也有很多人来找我们说要把他的公司变成上市公司 但我觉得有很多朋友都是没有Ready 我们公司就是从一个私人企业变成一个 先是买科 先是然后去找这个神机师 然后再去自己Self filing上市 那么我们有一个理想 就是变成像伯克希尔哈萨维这个巴菲特一样 我也希望今年能够和周小姐一起去 五月份 你不知道你还会去吗 去年你去了吗 去年没有前年五十周年我去了 对对对对 那今年一块去吧 是是是我们可以搞一个活动 怎么样去投资 然后去获得赚钱的一个机会 因为中文投资网很多人都跟我说 Warren我什么时候 我们也搞不懂这些事 我们也很累 不想每天去炒股票 我们就把钱给你 你去帮我们赚钱 那么我们怎么去投资呢 我觉得这个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 是投资一些有机会的一个行业 或者公司 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 就是说中文投资网 像伯克希尔哈萨维在1962年 我看他的股东的整个的报表上显示 他当时只有四百万美金 哇 然后逐渐逐渐又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钱 当然当时的四百万可能相当现在的四个亿这么多 所以那时候钱比较值钱 是是然后他的股东从几块钱变成现在十万块钱 或者十几万的一个股价 那么中文投资网就是说在今年10月21号 22号的时候呢开了一次股东大会 2016年 对我们改组了自己的一个董事会 我觉得以前的董事会可能会比较保守 而且更多的呢 并没有把股价和这个就是他的公司的营运各方面 真正去让更多的投资人知道 那么在1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有了三大的方针 就是除了保留我们自己本身的投资者教育这一块呢 我们更进入了一个叫CBD 油的开发营养品或者说营养食品 还有再加上营养这个西药的开发 CBD西药的开发 那么我觉得当时发了一条新闻呢 股价一天呢就有80 接近81万的成交量 第二天是70万 第三天是20几万 这个就是等于资金流到这些股票上的 这种资金量已经接近百万美元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吧 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些老美 他就看到我们这条新闻说我们准备做一个CBD OIL的一个商城 所以我希望今天呢所有的朋友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游戏 就是加我微信以后呢 能够回答周小姐三个关于中文投资 中文投资成立多少年 几几年在美股上市的 然后呢最高的成交量 每一天最高达到多少 如果能够答对这三个问题的朋友呢 我会送大家十瓶 十瓶 十瓶 CBD OIL 这个价值是多少呢 接近八十块钱 哦 对等于我们会送八百价值的 当然我们自己的就是说可能成本没有八百块钱 但是也是非常不错 那么很多包括周小姐在内 每个人都在问我说 诶 WARREN 这个CBD OIL 吃了以后 会不会上瘾 会不会上瘾 不会 它无毒性 它是因为这个大麻 有两种麻 一个叫HEMP 其实我们到Whole Food 或者到Costco 或者到Walmart 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HEMP 而且HEMP呢 发现就是说中文叫做火麻 在广西呢 有一个长寿村 那边的老人呢 最少都是90多岁 他们就每天吃HEMP 出来的叫HEMP HEMP的这个糕 HEMP的一个粥一样的东西 我还买过一个HEMP的Energy Bar 还有个HEMP的这个就是一个粉 每天你把yugur上面放一点粉 这种特别特别有帮助 那么还有一种HEMP里面呢 还有一种大麻里面 大麻就像一个猫科 猫科里面有老虎和猫 对对对 对吧 那么这个大麻里面有一个CBD 一个成分 还有一个THC THC呢 它会让你中毒 然后会你让 上瘾 破坏你的脑神经 这种可能 但是CBD呢 没有 所以美国政府说 如果你的CBD低于 THC的含量低于0.3 但是大部分就是CBD的纯度达到95% 99% 就是可以作为一个食品 所以这个potential非常大 所以这是一个supplement 营养剂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relief stress 减少压力 特别老年人痴呆症 老年人的心情不快了 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张国龙啊 这些 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 忧郁症 对对 心态上要有一种很好的调解 所以我觉得中文投资网CRX在做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是唯一300多家美国的上市公司 专门做大麻公司里面 我们是唯一一个华人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advantage 1993年我发现了网络 1997年我发现了杨智远的Yahoo 2000年我自己做了这个Chinese Investor 就是通过网络教学 那么我想今年的话我们是抓住这个CBD 没人知道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现在是机会 如果过五年以后 每个人都说 哦这个东西我要 我们已经领先了 对 好 这个是CIX在2017年所推的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加Warrant王的WeChat 微信号 Warrant王2016 那么就会有机会来得到很多在股票教育方面的讯息 还有中文投资网在美洲啊各个地方 将要有一些重大的消息 股票在主板上面有很多重大的突破的事项 都可以从Warrant王的微信号里面的新闻来得到这个消息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再度非常非常的高兴 请到Warrant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希望下个月再相见 能够到旧金山来办一场座谈会 好的我希望大家加就送这个一瓶十粒 但是回答我三个问题 我们就会送十瓶六十粒的 加值800美金 哇好棒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了 感谢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 娱乐漫谈再度与您空中有约 拜拜